九九重阳节就要到了 远东百货花莲店30号上午 特别带来将近80份的高级礼盒 前往爱花莲食物银行 希望透过花莲市公所的社福管道 将这些爱心温暖在地入市长者 爱花莲食物银行前摆满了一长桌的物质 不管是氧气补品还是下午茶点心 养养俱备 这些全都是远东百货花莲店所带来的爱心 将近有80份的高级礼盒 希望能在九九重阳节前夕 透过花莲市公所的社福管道 送到若市长者手中 因为这是我们的九九重阳节 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节就到了 那我们在过去再跟魏嘉贤市长 我们最好的朋友魏嘉贤市长 都有承诺他能够帮助我们花莲市的居民 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这次特别准备了78份 我们馆内的比较重要的物资 比较不一样的物资 希望能帮助到我们花莲各个阶层需要帮助的人 花莲市长魏嘉贤也到场致政感谢状 并表示未来会持续与在地企业合作 透过爱心整合的平台 让每一份物资都能妥善的送达有需要的朋友手中 也谢谢远东百货 在今年九九重阳节之前 那也提供非常多的一个礼盒跟礼品 要给我们花莲市的食物银行 那我们也针对这些礼品的部分 我们未来也会分门别类 来让更多需要协助的朋友们 能够感受到原版的爱心 那再次谢谢远东百货 在公益在爱心的部分永远不缺席 那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协助需要帮助的所有伙伴 而市长魏嘉贤也再次呼吁 如果身边有陷入困境需要帮助的朋友 都可以到市公所是劳客 将会视情况 透过食物银行或慈爱基金 给予最大帮助 赞度难关 久久重阳送爱心 原版公益不缺席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